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祖国安康 韩国出事了 这家伙 而且爆料他们总统 对吧 多开心呢 这朴槿惠 说说说说 就是他这事就是按照最一般的说法 就是最狗血 因为这种事好像只有电视剧才怎么编 就真事好像出现 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说 怎么这里怎么瞎编的吧 就是有点太瞎编了 结果一看 就是步步踩实 就是一句比一句实 连他自己都出来道歉 韩国人这点特别好 就是先认账 你发现没有 韩国所有的事都是他先出来先认了 这事是有的 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文化都是先推卸 没有这事你理解错 不是这么回事 反正总有见面 你看韩国每次出事 包括就是像这个他的汽车呀 手机出了事 他都出来先磕头 那是我错了 再说厦门的事 我觉得这一点就比较好 咱先说好的 对不对 这是不是很好 先认账了 对 但我跟你说一个不好 我觉得在韩国当总统是一个高危职业 肯定啊 他的好几任总统都是 我好像几乎说不出一个是得善终的 就是顺利着陆的这种 我就好像个个都下台出事 或者没下台就行了 对对对 包括票教会的爸爸也是当场暗杀 暗杀很多 他那个这个过去我听过一个北京老市民说过 这个韩国人他说的有意思 说咱们跟人家磕不了 我说为什么磕不了 说你想他吃狗肉和凉水的咱们的磕不了 他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火气大 火气大 韩国人火气大 没错 那动不动剁手指头 对对对 而且剁手指头不是破皮无赖 是有身份的人跟你剁手指头 这就比较厉害 但是呢 你就说韩国呀挺爱弄这个教的 我才知道他很多个教 然后好像还曾经有一个韩国人 到日本创教去了 最后跑就出了事跑到美国 但是你说要我的恨呢 就他脸多少 八亿美金 好像叫什么社理教 叫什么教 社理教 好像不算多的 对 不算多的 这个他这样就是东北呀 就是一个是韩国 就韩国包括朝鲜 原来历史上 咱说历史上历史上不分韩国朝鲜 包括日本 他的这个就是这种小宗教特别多 日本非常多 多极了 这是像马云长谎一下 马云长谎是邪教是定性的 他现在是就是他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 就是邪教 就是我们说的邪教是定性 这个定性不是个人定性 是政府定性的 定性为邪教 还有宗教 之间这一块东西特别多 诶 那赵俞老师刚才跟我说 韩国没有邪教 对 就是就是我觉得 邪教这个词好像只有我们汉语里面 会说的多一点 在现代的很多国家他不存在说这个教是邪教 因为毕竟有宗教自由思想自由 我们很难定义一个宗教教团体或定义一个思想流派说他邪不邪 虽然我们自己经常会说 你包括我前不久还问 问搞几个搞历史的啊 谈我们那个知识圈的一些人 他说啊那个人很邪 或者那个人是野户禅 那个人身边的一帮粉丝就是就是有点走火如魔了 就跟着邪教跑了 他是他容我们容易这么定义 但是我们其实是没有权利来定义这拨人就信邪了 除非他们说他们违背了这个社会道德 甚至触发的司法 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难去说人家是邪教 哎 就你说这个是 你你把这个邪的这个定义啊 这个扩大化 扩大化 但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需要依赖 嗯 这个很有意思 我我这你要说网上啊 或者是社会上你就看吧 包括这个大学教授 是吧 文化名人 你瞧见没有 那我这几年 谁身后就跟着一堆人五人六的 哎呀 那个崇拜 而且 那你那像像那个文涛 那我们这几年 我们最流行一个词说朝阳地区 朝阳区有三千个仁波切 那每个仁波切下面一大堆信徒啊 我还说这个 我还说的是不见得是仁波切 你比如说哎 好比说 好比说一波家庭主妇 一波女的 甚至啊就还是挺有文化的 但是他们呢 好像女的 哎 粉个人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比如说一教授 能粉 啊 出过几本书 有一个观点 你就看吧 这女的跟咱们男的 我这又歧视女性了 可能男的也有啊 他跟咱的不一样 咱说马爷 我佩服您这有学识 那我就请教该怎么着怎么着 我见到的好多这女学生 他不一样 他最后混的吧 就跟你家里的 就是说哎 这教授要吃点什么呀 教授 我今天给你带点荔枝来 今天咱们给教授做顿饭 哎 我没碰着过这 赶快 那你还没成为学教教主 他这样 就是人的精神依赖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们有些东西可以解释 比如宗教问题 有的还是可以解释的 有些是不能解释的 不能解释 不代表它不合理 那么 那现在我们 你比如说邪教这个问题 出来就说 他是受邪教控制 这条你注意看正面的新闻 都没有 没有任何人说这句话 没这么说 这是民间的一个说法 朴槿惠被邪教控制 说他爹被刺杀以后 他的精神崩溃 那我同意 因为他的父亲 他这个父亲的这个被暗杀 是非常残酷的 当年在这个国际上 都是轩然大波 这次这个事也是轩然大波 人家说了 这个什么 这个美国有线网CNN 什么BBC 什么传媒戏 这回现在最牛的是韩国 韩国媒体 他控制全 因为他一会撒一点 一会人家有节奏的往外撒东西 据说 那个电脑里的东西 有相当一部分还保留着呢 一点一点给你往外散 哎呦 真是 所以人家那个媒体的 这个是力量 咱们先说他的力量 强大 很强大 真的很强大 这次能看出来 但是呢 他就说 你说这种叫啊 当然你不能说谁受谁控制 对 但是那弄到像中国那个全能神呢 什么的 那肯定是邪教 全神教 全神教吧 他那时候说 说使人去去杀人吗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麦当劳发生那个事 我明白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以这个罪行定罪 对 我觉得以触犯社会的道德 触犯司法 对吧 是吧 我跟你讲一个定义啊 就是我在这个网上看见一个 我觉得大逆不道的一个 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宗教 老牌邪教和邪教 因为因为你看他他他他 从这咱们可以学习一下我国的标准 我国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 邪教是指贸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 神话首要分子 就把首要分子为神 神话首要分子 利用制造散布歪理邪说等手段 蛊惑蒙骗他人 发展控制成员 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邪教大多是以传播教义 拯救人类为幌子 散布谣言 且通常有一个自称开悟的 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教主 以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控制群众 一般以不择手段的联取钱财为主要目的 然后这哥们就说了 说如果拿这个标准开卡 恐怕世界主要宗教在最一开头的时候都是邪教 对 比如什么 这个基督徒在最早的时候啊 门徒追随耶稣四处传播耶稣的奇迹 是不是神话首要分子 然后什么 耶稣是不是要求他的信徒们抛弃财产 抛弃家人 还说手扶着离向后看的定进不了天国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手扶着离往后看定 就或者说那个妇人你要想上天堂 你就那个比钻真眼还难 对吧 等等 他说 那么这种按照这个定义又该怎么说呢 那他至少没危害社会啊 他没有对社会进行危害啊 就是说你说了我们说的老牌的这些宗教 他只是说让人们自愿的跟随他 对这个宗教是这样啊 这个他第一个问题是要他先解决自己问题 他解决自己的事 这就没事 他不攻击别人 对 你一旦利用宗教去解决别人的事 这开始就走偏 对吧 所以呢 解决自己是什么 佛教中很简单的一个事叫戒律 就是你什么事不能做 你注意看啊 我准备写两篇小文 说这事特有意思 我还没写呢 我现在帽子头 我告诉你啊 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个 律师讲律 法师讲法 我们的社会 这法师出来给你老讲法 其实是反的 法师应该讲律 律师应该讲法 这社会就比较和谐 你注意看李淑彤永远讲律 就是我不做什么 我们现在的法师出来说 我要这事 我这修个庙 我那带着重途干啥 这全这事 这不行 你做什么不重要 你不做什么重要 这是宗教的一个本意 因为限制了每个人不做恶事的话 这个社会就比较和谐 是吧 这个是个戒律 我们今天戒律提的少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 麦当当杀人的那个 那你不用看 任何人都看 全社会 没有一个社会能容忍 这个现象存在 就是他逼迫别人去做事 这是肯定不行 就违背了自愿的一个原则 所以就是说 这里边好像有一个衡量标准 就是说 所谓的叫做普世价值 就是说这个人 他甭管是什么教 他甭管说什么 但是他要让你干的事 其实这就让人想到 孔子说的 我觉得 己所不愿 道不远人 咱就说 其实最高存在是什么 这是个不可知 对吗 谁也可以对他提出自己的猜测和主张 对吧 但是问题在于 你看你有个 我就觉得他们说的普世价值 我就想起孔子说的这种 你看孔子 我现在越来越崇拜孔子了 小时候 小时候经常说孔老二 但是现在我就看论语 他说的特别中庸 他不像孟子 你觉不觉 孟子说 舍生而取义 这家会讲的 就是能不能死一个 给我看看 他必须这样 因为他在后面 他顺着那个不能说 他必须再夸张一点 这是正常的 你看孔子他讲的就是说 守校三年 三年就可以了 要不然出息你怎么做人呢 但是六年可能就多了 他是一个比较通达人情的 而且现在有一种新的观点 也不叫不一定是新的 我看书看来的 就是说 孔子不与怪力乱神 好 这个过去一般认为 就是代表了孔子说 未知生 焉知死 就是说你去探讨 那个没用的干什么 其实你没考虑到 当时的社会环境 孔子当时说这个话 是因为当时的社会 就是一个怪力乱神的社会 这个当时就污的这种传统下来 你看有个心理学家叫荣格 荣格就提出 就是说叫集体无意识 就人类的早期 个人意识是没有觉醒的 比如说很多原始先民 他是一个集体无意识 一个污 好 其实孔子就按照 有个亚斯贝尔斯的 轴心时代的理论 就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 地球上出现了很多觉醒者 释迦牟尼 孔子是一个 所以什么叫觉醒 其中之一就是 个人意识的觉醒 甚至你可以说个人理性的觉醒 但是你看他在那样一个社会下 周围全是怪力乱神 所以他就说我不说 我不与怪力乱神 怪力乱神在当时的社会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独立意识的觉醒 所谓集体无意识 不是集体无意识 是集体统一在一个意识之下 你比如统一在污之下 你说他都无意识 有意识有个污在那 这群体的人 你看今天邪教的很多这帮群羊们 你就觉得他的灵魂好像全卖给 所以宗教的出现 就是一个一个宗教 当然我们看到的现在都是大宗教 你比如说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这都是世界级的大宗教 那小宗教多了去了 甚至弄得好 仨人弄一宗教 你谁知道 就他仨人知道 枪枪叫 那你又叫你死不了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叫 枪枪 这就是下车 这就是下车 便宜 害 寻 马爷 你这个岁数的 我给你看几张照片 你可能觉得很亲切 你知道吗 就是谁对这个邪教 这个怪力乱神 真有办法 我所记忆中的 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灭了你 当时你知道 50年代 一贯道 我知道 你知道这个一贯道 实际是日本鬼子的时候 都扶持的 因为这个跟日本人的那种 他觉得就是说 儒佛神道 什么都是合一 合一了 对 所以日本侵了中国的时候 都扶持这个一贯道 但是到了新中国 这叫北京说是 19几几年1月13号 在北京开了一个叫 一贯害人道 你看这个照片 就是你看 50年代中国铲除最大邪教 当时就一贯道 当时你看也是 接收什么信号呢 你再往下看 你瞧瞧 控诉一贯道罪恶 这是你看我党的方法 怎么打击他们 你看 瞧 这就一贯道 这是 你看 什么什么 职工庆祝 反封建把头 当时你这些词 反封建把头 斗争胜利大会 你再看 这不像教主 这个儿有点 忒矮了点 你说是不是 我党对这有招 我刚才看 第一个片子 不断像一贯道的 第一张就是 那人都这样的 你看他的 所有的着装 都不是那个 都是有点新兴 对 那个可能很晚 出院出错 不是 不一定出错 他可能是别的事 因为他那个服装 不是那个 后面的都是 一个时代的服装 所以我就跟他 谎一下 没仔细看 也可能看不过 余老师你说 你研究了一晚上 邪教 你给我们介绍 介绍点什么 邪教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刚才讲孔子 首先一贯道 也是孔子的话 是吧 五道一以贯之 从这来的 孔子是一贯道的 祖宗 是吧 而且孔子也曾经说过 他说 圣人可以以神道设教 所以 以孔子这个话 像佛教 儒教 或者基督教 我觉得他是 他是 他是认可的 就是说 这些东西 就是说 你刚才说的 那个特别好 就是说 无论是乌也好 马爷说的乌也好 还是那个 集体无意识也好 从中单身的 觉醒的个体 他能够带动 大家走向 个体的觉醒 这种 这种精神的 这种团体 或者说 或者一种 生活状态 我觉得是 孔子他们所认可的 哎 马爷 你不是 包括余老师 咱们探讨一个问题 我 我就觉得呢 人类有两种 这个 我过去以为 是拿年龄划分 或者拿性别划分 我现在发现 这都不平等 就是实际上 80后 90后 60后 50后 其实就是所有的人 里边分两种人 有一种人呢 你看 比如说 粉一个偶像 就是他们习惯于 依赖一个东西 对 或者把一切 投注在一个对象上 所有 这个 这个信徒 包括是这些 这个 这个粉丝 对 偶像 今天的这个当红偶像 对吧 他们的这个粉丝 这都反映了 人类当中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 他有这个需要 他有这个需要 就是啊 就是 是对他的 你明白吗 可是呢 还有另一种人 比如说 我估计 你们 就是这另一种人 这另一种人呢 从小 他也就没有把自己 寄托在谁身上 甚至是从小呢 都是用一种个人 较为独立的意识 去判断 他有他喜欢的人 也有他非常敬佩的人 但是他不会说 哎呦 崇拜到无以复加 甚至就是说 以这个人的 所说的一切 作为自己人生的指南 这就是 这两种人 你觉不觉得 我 我觉得你说的 分析的是对 就是人群中 肯定是有这种 包括他们 他们原来是 声讨电视的时候 就说 电视取代的牌位 取代了神位 比如说我们以前家庭 每个家庭的堂屋 是有个牌位的 那是供奉祖先的 对对 电视就是当代宗教 对对 电视就是当代宗教 所以为什么有一批年轻人 要打倒电视 就是因为电视 已经把很多人的头脑 都夺过去了 那互联网 每个人的头上 是顶了一个电视 那互联网算不算当代宗教呢 互联网 我觉得 大家在这个互联网上冲浪吧 现在 现在能不能 不能算 能不能守住自己 它还是一个平台 对 它是个海洋 没有形式感 互联网没有形式感 对 它不像电视有个形式感 排位是有形式感 对 就像很多老龄人 每天七点钟 准时坐那准备看 看新闻联播 对 早期是看爆吗 对 你说对了 这还真的就是 当年有一个电影 那个Dustin Hoffman演的 叫羽人 你记得吗 就是典型的强迫症的 一种症状 强迫症的一种症状 就是每天晚上七点 要看新闻联播 但如果在中国的话 旅行当中不能看 这家伙就崩溃了 其实你看 很多时候就说 一个人 他相信一套东西 这套东西 是他的支柱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 比如说前一阵 他们讲这个什么 母女关系 对吧 好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父母亲 这样的干涉孩子的婚姻 就是说你嫁他不行 你怎么着都不行 最后搞到这个生死已绝 都不行 我后来想想 父母亲 你为什么叫那么大的劲 后来我就觉得 他如果改变了 就放弃了自己相信的一切 这些道德观 这些关于门当户对 关于选择女婿 或者选择媳妇的标准的话 我想他生活就困了 他垮了 他也垮了 这就像有些 你知道这个老教授 就是说 临死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错了 对 因为 这就像是有些人讲 就当年的 这有一些受过迫害的人一样 他就是说 如果我们否定了 我们这一辈子信仰 而为之奋斗的东西 这个我 我觉得 我的人生 对 我们上一代人 没有意义了 这个感受的 我们就不是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 走过的路 就是不断的再否定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有过 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我年轻的时候 没有这种 就你说的粉人 那时候我们 你粉毛主席 对 你真心粉过毛主席 那当然 那所有人不是我 那个社会 所有人 那个社会 那个社会几乎所有的人 因为我们能看到这个局面 因为我看到过 就是 66年 毛主席天城楼上 这个接见 我们站在西单 西单的 离哪多了远 那所有人都说看见了 那我确实从心里觉得 看不见 太远了 还拐一个弯的 上哪看去 那你就怀疑 看见的人 但是 就是比较有 这个以患为真的 那种 每个人都 那是真正的幸福 每个人都泪流满面 就我当时很小啊 但是我能看到 那我很震惊嘛 你没泪流满面 我们那时候小不太会 就是还没进入那个状态 就是看所有的人 那很多人是把屁股摔坏了 为什么屁股摔坏 就是雀跃的时候 就不知道落地 然后屁股着地 而且不是一个很多人 那个状况 那个状况 你没有看到过 但是后来你对这个 因为你随着年龄增长 随着对事物的判断 随着你接受的信息 就是你书读的多以后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跟原来的认知 是有差距的 现在小孩 你比如他很小的孩子 小男孩小女孩 喜欢一些心啊 就是我们大人看着很可笑 但是他们不觉得可笑 他觉得都是发自内心的 那我觉得也挺好 他总是要有一个 就是粉的过程 有个过程 这是一个 我们为什么说有这个模范 或者说模样呢 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版本在那 我们怎么去靠拢 人没有谁有先知先觉 除了有先知先觉那几位 剩下的人都是后知后觉 都是要向先知先觉 靠拢 所以这一个靠拢过程 你看这个表情会这个问题 非常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信闺蜜的 其实你知道男人 我现在想着想着 男人很少有闺蜜 男人有哥们吧 哥们跟闺蜜不一样 而且闺蜜一翻脸全是大事 你看世界上 那个莱文斯基是怎么出的事 你想得起来吗 莱文斯基当年跟克林顿 是他那个闺蜜 他跟他闺蜜说这事 天哪 对不对 他不会跟我说 跟我说 我就说这 这有这事吗 先怀疑 吹牛的吧 没错 闺蜜就全给录了 对不对 就是不同人 从这个 都是闺蜜 你看他这次出事 就是这闺蜜 闺蜜呢 就是他可能时间很长 咱也不知道他历史 大概几十年的历史 那么导致他后面的这个恶果 就是那孩子离华大学 这事 这个在韩国那个社会 我认为都是不可能出现 他就愣出现了 就是为你更改招生简章 你不是学习也有高分 那你那什么世界级的大学 对不对 你看那是韩国首期一旨的大学 这也就说明了 其实韩国说到底 你也不是西方社会 这就是所谓东方民族 你现代化了半天 你骨子里其实都一样 对 是吧 我也是 对 这么认为 枪枪叫 我发表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 你说这个闺蜜啊 我都又想起啊 这个香院 就是咱们过去使用的 这个东方民族的概念 香里香亲 家常离短 你发现没有 中国人离不了 不是不光中国人 就东亚这一块 对 因为你看我看那个 日本电影 日本的政治 他电影里表现的都是 甭管你什么首相啊 你这个那个 登登登 跑到一个小茶室 那里边一大佬 还这个 过去选举去了 对吧 因为你在看 你在看台湾 这所谓民主背后是什么 对吧 你说说 哎 你在韩国 你看出来了 他八女 八女 好 而且会就是一个 他私下里背后老有抱这么一团 而且 他主要是东方文化形成 因为东方文化的这种 就是儒家文化都比较收 收呢 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开的去说 你比如中国女人很难在坐着 你比如你弄一女的强强三十年 或者你哪天找俩女的来大谈性 他们谈不出来 他只能私下 但是他们俩自己在一块 他们说什么 咱不知道 没错 肯定也不让我听 是吧 他说的就特露骨 就很多这种闺蜜之间特别露骨 尤其东方文化 所以你看 如果这个事啊 现在这个事肯定是 我看到那个资料是 就是这个 崔顺石 是吧 他打开总统讲稿的那个电脑厉害 他们全记录的很详细 时间是他在讲演之前 对 这事就有点问题 对 你算干嘛的 但是我觉得这么一巴的话 你刚才把东方人的这种特点一巴的话 我觉得又让我们去魅了 就是说明每个人别在人 台面上人我人六 他背后都一帮哥们 都一帮闺蜜 都能治他 我觉得 或者他在他的闺蜜和哥们面前 也都是一个 就像你说的 这类的这种 就是闺蜜的地位 我们把闺蜜 男的可能也有 男闺蜜 就是闺蜜的地位 超过幕僚 他幕僚是公开的一个审券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说不上来 就是我也不知道 咱也不知道他私下说的什么 这就是以家为 据说连衣服的颜色什么都得 你看 他确实是那种关系不一般 他也亲情或已经是家人了 可是家人 政治家一般最不听的就是家人 天下的政治家都不听家人说的 朴槿惠他的情况不一般 因为他父亲去世之后 这家人等于把他那个了 给他的情感的一个依托了 依靠了 他靠到这个家人 他是非血缘的家庭关系是最厉害的 我曾经以为朴槿惠已经修炼到无情 无依无靠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